最近有粉丝留言跟我说 诶陈老师请问你知道吗 最近为什么小粉红留言的数量直线下降 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小粉红变少了吗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在发烧 因为他们都在发烧 真是蛮暖心的故事啊 我的频道的小粉红也变得越来越少 诶我还没有发现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看到国内这个疫情越来越糟糕 原来大家都在发烧 不可能小粉红在床上发烧 快不行了 还要来留言来骂我 骂陈老师骂台主 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 可是小粉红都在发烧的这样的暖心的故事 看来是要提前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前不久啊 美国政府宣布要对华 对中国进行援助 分享疫苗 包括像是紧急的药品啊 退烧药啊 部落分啊 老实说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是 哎呀看来这下小粉红都要集体退烧了 因为有退烧药了 前不久我们都知道很多大陆的就算是艺人 有钱人都买不到退烧药 更别提这种普通的老百姓 小粉红了 所以看到美国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脑袋中就已经有了画面 本来是 小粉红都高烧的快不行了 这个画面非常悲惨的 突然一道熟光 一道上帝的光芒就出现了 美国宣布要对华进行援助 分享疫苗 分享药物 哇这个小粉就看到了希望 本来我觉得小粉都快要退烧了 可是呢 可是呢被自己同胞给坑了 为什么呢 在中国的网路上 像是微博 微信 抖音等等平台上面 这个也上了新闻 说美国宣称要对华进行援助 现在还能留言的这些小粉 可能就是那些比较庆幸的 还是没有确诊的 但是这些没有确诊的 幸运的小粉在上面怎么留言呢 说我们中国不接受美国疫苗 我们不稀罕 我们不需要 这就导致很多在床上的小粉 本来看着希望来了 快要退烧了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 我真的觉得又被暖心到了 就是被自己的同胞给坑了一遍 所以在国外经常听到一句话 也是没有错的 就是在海外呀 不是美国人坑中国人 永远都是中国人坑中国人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比较幸运的 还没有确诊的小粉 还能使用手机的 他们在这些网络上 怎么去回应这则消息 在美国愿同中国分享疫苗 来应对疫情的这样一则新闻话题之下 我觉得这时候美国来捐送疫苗 我们要注意了 我感觉美国肯定又在盘算我们 现在我们全中国上下一团糟 美国趁火打劫 非常有可能 之前抖音看很多新闻说 中国疫情都可能是美国投毒的 搞不好这次美国又想趁火打劫 火上浇油 我觉得得先观望 用国产疫苗放心吧 我相信看到这样一半 甚至没有看完 很多在床上躺着的小粉红都看得看不下去了 听你这样说 那些小粉红估计的气得从床上爬起来 要骂你了 你们这些没有感染的 比较幸运的那一小部分小粉红 还可以拿着手机的这些小粉红 却来说不要疫苗 你不关心中国的老百姓吗 你都不关心你的同胞那些小粉红吗 这些小粉红就非常的自私 大部分小粉红都确诊了 他们自己的同胞小粉红确诊了 他们却默示小粉红的生命 你们不觉得很心寒吗 你看你们的小粉红同胞都躺在床上 你却说不要退烧药 不要疫苗 说这是毒药 说美国在投毒 我相信这些躺在床上的小粉红 听了这样的言论 真的是气得血都快吐出来了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大家都是同胞 你也要关注到 中国大部分的小粉红都在发烧 那还有其他的小粉红留言说 大家这个时候就别骂国产疫苗了吧 看很多人质疑疫苗保护率 我只能说你批评的话 等于是给国外势力递刀子 国外巴不得你骂 台湾人就在旁边看戏呢 都在看我们笑话 你也知道哦 我们别上了当 这时候反而应该是理解 这个就像前两天我的影片里面像什么 谢谢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 请不要抹黑我的国家 等等这样的言论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都到这样的一团糟的局面了 他还说你不要去责怪 你不要去质疑我们国产疫苗的保护率 这相当于给国外势力递刀子 我们反而要做的是应该理解 哇这种言论我们看的也不是一次两次的 我们前两次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类似的言论 所以说这种言论在中国还是非常多的 下一则 作为爱国的中国人 从小课本上就教育我们 外国人向你伸出橄榄枝 也有可能是长枪力炮 就像妈妈小时候告诉我们的 陌生人的糖 不要吃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语很有道理 这次真不知道 美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打的什么蒜盘 黄鼠狼给鸡拜年 肯定没安好心 你说这些小讽有救吗 等哪一天你确诊了 你就知道要不要这些药 你们这些小讽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这些小讽 美国看到中国现在一团糟 他有好心好意的 你就先不要管你们的立场同不同 人家美国首先都自己都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都要来捐助你们这些算是敌人的小讽 人家都拿出药来了 你确倒好 你说这些药都是毒药 因为你自己比较幸运没有感染 你的同胞小讽都感染了 你们都漠视 所以这个也很常见 中国就经常你看到很多人倒在地上 没有人去扶他 反正倒的不是自己就行了 等哪一天 倒的是你们小讽 你就知道了 后不后悔 可不可以先接受美国的捐赠 我们可以先冷冻起来 先用国产疫苗 实在不够的话 再让一部分人测试美国疫苗 就是一定是就让一部分国人做白老鼠呗 再让一部分人测试美国的疫苗 真的有用 我们在全国普及美国疫苗 到时候让美国基于人道主义分享专利 我们再把国产的品牌贴标上去 这样我们中国就赢了一大截 这个不意外 因为我们国内已经很早就这样做了 把国外的一些东西 我们把技术学到了 偷到了 或者是直接把国外的一些产品拿过来 我们贴上中国的品牌 那就是made in China 那就是中国制造了 我们小逢也是生命 也有人权 你美国应该就像他说的 基于人道主义分享专利 然后他说 我们再把国产的品牌贴标上去 那不就成了中国品牌了吗 那我们中国又完胜了美国 我们又超越了美国 我们中国不就赢了吗 而且还赢两次 双赢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今天这么严重 会不会是美国投毒的 然后突然跑过来说 可以分享疫苗 等我们觉得好用上当时 美国突然说不免费了 高价出口给中国 我们就完蛋了 天哪 所以说我们以前说的这些古话 我们中国常常讲的俗语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看来是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中国 疫情突然变得这么严重 很有可能是美国投毒的 然后美国把毒投到中国之后 他又跑过来说 我要免费送给你们疫苗 要不要 等你觉得好用的时候 就是上当了 这个时候 当你想要的时候 美国突然高价 要出口卖给你 然后我们中国人 不就上了他们的当吗 天哪 这些小粉红真的是 逻辑满分啊 你们真的就可以去当编剧了 其他的小粉红看到了 我觉得他们大多会相信这样的言论 因为他老实讲的还蛮有逻辑的 美国先投毒 投毒了之后免费给中国用 哎 中国用了之后觉得好用 美国就高价卖给你们 哎 这样一讲 他真的挺有逻辑的 所以这些小粉红 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们互相去感染 互相去传染 他们的这种思维 所以我们作为外人 作为这个笼子以外的人 我们看起来会觉得是很好笑 但是可能他们互相看起来就觉得 嗯 很有道理 嗯我要为你点赞 嗯 美帝的阴谋 老实讲 不全部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我经常会用小粉红的标签 去讲这一群的中国网民 确确实实 中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逻辑 都是小粉红的思维 所以说你用小粉红去概括他们 也不为过 所以有时候呢 我也是比较客观的来讲了 也有少部分的中国网友 是比较理智的 是比较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看不到这样的声音 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主流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小粉红 他们就渐渐变得不入主流 他们是被嘲讽的对象 所以你今天你看到身边的人都是小粉红 你突然跳出来说你不是 那你就是异类 你就是不正常的 而且在网络上 因为他不是主流 因为他说的声音不是符合中国主流的 不是党喜欢的 不是政府喜欢看到的 也不是平台敢要的言论 就会被删除 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言论 即便是有思想的中国人 也是被埋没在网络的人群当中 当美国看到中国上下一团糟的时候 基于人道主义分享了这一只好消息的时候的 第一时间呢 也是有一小部分的中国网友 是比较称赞的 说美国这样的做法是好的 只是后来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言论而已 但是呢网络上还有这样的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闻下面 美国宣布对中国分享疫苗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也进行了回忆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回忆呢 跟很多小粉红的留言也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得出来是文不对题 没有正面回应美国的这番好意 也不知道中国外交部觉得尴尬 还是觉得自己的疫苗没有用 还是不是觉得过去中国不断抨击美国的疫苗有问题 觉得尴尬 所以没有正面回应 因为过去啊 中国经常说美国的疫苗不好 美国的疫苗不行 中国的疫苗世界第一 中国的疫苗世界接种率全球第一 人人接种 这个时候中国上下一团糟 不就变相打脸了中国疫苗 没有用吗 然后这个时候美国又怀着好意来捐赠美国的疫苗 你说尴尬不尴尬 所以说肯定很尴尬 所以外交部呢 他没有对此进行正面的回应 当美国宣布要分享疫苗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中国外交部怎么回应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近三年来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从自身国情出发 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防疫政策 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实现了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好效果的目标 根据疫情出现的新变化 中方正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确保更好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疫苗加强针的接动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 外交部对外记者会 个别外媒渲染中国疫情恶化 放大中国药品不足的问题与事实不符 中国政府确保药品基本满足 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中国抗疫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 个别国家还请多关心自身问题 中国疫情发展只有中国人最清楚 最有发言权 事实证明 中国政府的抗疫获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一致好评 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是蛮尴尬的 首先你回应了这么多 一直在夸自己的政府 美国只是说我要分享疫苗 你大可说不要 你可以说谢谢 你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然后就一直在为自己洗地 为自己的疫苗洗地 说什么这三年以来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将近一分钟几乎都在夸自己的政府 多么的屌多么的牛逼 所以这算什么回应 跟美国分享疫苗有什么关系 带大家看看最初留言 那些清醒的网友留言 但不久后被精选评论 也就是遭到一处封锁 所以荧幕前的这些小朋友 你读到这里 你还不觉得很可悲吗 你看到的东西 都是你党啊 让你看到的 今天甚至 你们这些小朋友 可能日后啊 比较幸运的就算了 你想想今天那么多小粉红 自己都发烧了 你都发烧成那样在床上了 你看着陈老师的视频 你想想 美国要捐疫苗了 那些比较幸运的小粉红就说 哎不要 我们不要 我们不需要 OK 啊 里面又来投毒 让你们这些 药都买不到的小粉红 就自生自灭 你们就躺在床上发烧啊 就烧着吧 但如果烧的话 就请你们尽量烧得高一点 把脑子啊 给烧得清醒一点 不要再做小粉红了 知道吗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瑞评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 全球第一抗议失败国 时至今日 漠视美国人民人权的政治操弄 还在持续 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仍在美国大地上蔓延 这是美利坚的耻辱 更是美国人民的不幸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 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助频道